金国是现在的哪里,金国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封建王朝,在金东北、华北、淮河以北地区及俄罗斯远东地区。 公元1114年,完颜阿古达统一女真各部后,起兵返辽,取得宁江大捷和出河殿之战胜利。 次年,完颜阿古达在上京惠宁府称帝建国,国号大金,年号收国。 在灭辽国后,又发动靖康之变灭了北宋。 金在与南宋、西夏病例期间,迫使西夏臣妇、南宋屈辱求和,始终维持其霸主地位。 金国在金世宗、金章宗统治时期,政治文化达到巅峰。 金宣宗继位后,内部政治腐败、民不聊生、外受大蒙古国的入侵。 公元1234年,金国在南宋和蒙古的夹击下灭亡。